如愿进入白家感觉如何 感觉 还不错 要是为了钱 不妨考虑考虑我 考虑考虑你 那要看 你赢不赢得了我 我赢了 跟我回家 有话快说 只要你天天回家 就能明白我的意图 真是啊 姐姐 秋雨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想姐姐就回来了 你这衣服哪搞的呀 也太可爱了 喜欢吗 你就是儿科新来的医生 秋雨 白医生 没想到在这儿能看到你啊 不是我回家吗 走 你先回去吧 我和秋雨还有点话要说 我过来让姐姐看看 你长高没有 长高啊 还是你了解我 在国外做了姐姐这么多年邻居 我当然知道你最喜欢吃的 就是帮我躺了 但不过 你得注意胜糖量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你现在可越来越有医生那味啊 哎 姐姐 你跟白医生是什么关系啊 算是弟弟吧 不过 他可没你乖 那是当然了 我知道姐姐在这儿 我就特意过来 给你个惊喜 成宁告诉你的吧 那个长手夫 不过呢 也算做了件好事 姐姐 嗯 其实 我知道你这次为什么回国 但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无条件帮你的 谢谢你 秋雨 嗯 姐姐非要带我回家 是要做点什么忙 弟弟果然是手心的好孩子 欢迎回家 不调查还真发现不了 原来你打的是公司的主意 你破解了我的电脑密码 很难吗 你知不知道侵犯他人隐私 是犯法的 不知道调查这么多资料的人 算不算犯法 好 姐姐要是不把资料调查清楚 怎么在公司 立足呢 这种理由 骗骗我爸就算了 你觉得我会信吗 那姐姐怎么做 你才会相信呢 放心 姐姐会保护你的 姐姐也好保护你 你小时候 是不是许过天使孤儿园 回到 没去过 你说不说 我去没去过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底线 撕闯他人房间 骚扰自己的姐姐 你说这是你的底线 阿玉我进来了 不行 不行了 怎么不行 我身体很行 我知道你身体很行 那现在不行 那天 调查赵义斌的事情 就我们俩知道 你不会怀疑我吧 我才不相信你会做出那种事情呢 你不觉得云怡最近十分关注我们吗 有吗 有吗 爸爸虽然对感情不敏感 但是云怡还是很细心的 我又哪里让你不高兴了 我已经让莎莎回国了 她一到你们就还婚 我跟你说过了 我是不会跟云莎莎结婚的 姐姐 要不 你考虑考虑我呗 秋雨 你要是再和我开这种玩笑 我可打你了啊 走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只把秋雨当弟弟 她一直在你身边打转 分明对你心怀不轨 但我只喜欢你 别人怎么反对都没有用 阿雨脾气太俊了 她现在只听你的 算爸爸求你了 趁你们现在还没有酿成大醋呢 想办法和她分开吧 你怎么一个人喝了这么多酒 她是不是又惹你了 姐姐 今后就由我来照顾你吧 您啊 FDP是什么呀 阿雨哥哥都已经喝了那么多了 这根本就不公平 你谁啊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我是她的未婚妻 薇薇姐 你的朋友这么为难阿宇哥哥 你也不管管 你还是管好 你的未婚夫吧 你怎么了 别碰我 你就这么讨厌我 不然呢